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漫游百科, 开始了 大哥… 我拿了食物给你 你坐在这棵大树下已经七天了 大哥, 你何时才能回家 到我领悟到宇宙自然规律那天 我就会回家 领悟宇宙自然规律 你就这样坐在这儿就领悟到了吗 妈妈说, 你读了这么多书 都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神化 老人当然不懂这些东西了 而且我天天坐在这儿是禅修 有想法的 我觉得你比现实更多 现实是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 牛敦坐在苹果树下的故事 有 听说牛敦是被苹果扔中的 然后他就发现了地心吸力 对, 大哥 其实在牛敦被苹果扔中之前 地心吸力已经存在 所以现代科学证实不到的东西 未必是不存在的 那是怎么办 你说话这么闲 观中光教授、科学家 从事科研工作四十年 曾任港大理学院院长 和理工大学校长 近年最深佛学 对佛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有独度的看法 今天主要就是用科学的理论 来看看现在佛教的科学性 佛教思想就是相信因果 譬如一切事物的发生 不会突然间出现 你吃个苹果 不会突然天下来给你吃 如果只有一粒种子 你放在桌面很长时间 它都会变成苹果 你种子一定放在适当的环境 例如说适当的 泥土、水分、阳光等等 种子才慢慢发芽成长 变成棵树 结果有苹果出来 这些所有环境的条件 总整体叫做缘 或者座缘 只有一个因 不会结果果 但是泥土、水分 也不会结果果 一定有一个因 配合适当环境的条件 组合下 才产生结果出来 所以叫做因缘 产生果 这很科学性的 一定是这样的 一段时间的发生 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它 是经常在改变 你知道部分条件改变 是在改变的 所以这件事不停地变幻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 有些变得快些 有些变得慢些 已经都会变成的 我用个术语叫做无常 上即是定在这里 无常即是不定的 有时候变迁 变而下 还是无常的 生命是无常的 譬如大家可否保证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一件事物叫做无我 即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 不是没有我存在 有我存在 这个我 不定在变化 譬如说 习惯上 这是好人坏人 其实没有标准 譬如一个人 他是透过一些偷压拐骗 赚很多钱 在法理上他是坏人 大家赚钱之后 他捐很多钱 做很多善事 受惠的人 觉得他是大慈善家 好人 是坏人 是好人 真的很难说 看哪个角度看他 哪个人看他 不断决定他 你看到桌子 或者听到的声音 看到的东西 是实际上存在的 但是佛教说这些都是假象 是我的错觉 就算是时间 一分一秒过去 是这样就这样 怎样是假的 佛教说不是的 这些是假象 只是我们执着 以为是真的 其实是假的 这些很难明白 我尝试用科学 解释给你这些 好吗 佛教说 我们看到的 似乎是实实的东西 其实是表面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很多东西是变万不差 比如说人 你记得我搬了光 他实在 其实我在变成的 我的细胞不停身上代謝 我的思想在改变 我整个人虽然是这样 但是在变成的 因为不会变成 怎会老呢 有一个经文叫做 《金刚经》 大家听过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他说世界上一切的东西 一切的现象 一切的法则 不会停在那里 所以空的本性 就是语习间的本性 除了一切事物是变幻不差 无常 不会独立 存在无我之外 同时互相包容 互相影响 非常平等 非常慈悲 大家听听相对论 相对论是非常成功的 可以解释到宇宙宏观 一切的现象 可以解释出来 你知道什么的质量 有多少实体质量 体质多大小 空间 速度和时间 互相影响 速度可以影响时间 影响体质和空间 例如说 晚上看天上 一颗很明亮的星星 你感觉什么 那颗星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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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时候在那里 你见到它 就在那里 是吧 这个不是错的 很明错的 那颗星 这颗星离开我们 可能很远很远 它放出光 要经过很长时间 才来到地球 可能要经过一千年 一亿年 十亿年 五十亿年 才来到地球 离开我们很远 所以现在我见到 一颗星的光 其实五十亿年前 放出光 现在才到我那里 所以那颗星 其实五十亿年前 在那里 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我的错觉 那颗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理论 首先它就说 当那些东西越来越小的时候 它越来越不稳定 当微小空间的时候 一切的东西 是动荡不羁的 完全不知道它在哪里 完全是乱闹的 譬如说电子 一时可能 知道它是一粒东西 一粒东西 一粒东西 但是第二次 不知道它在哪里 可能是完全不佔空间 一些波动 一些能量 它随时可能在一波动 随时可能在一粒子 你不知道有什么 它同时可以存在不同地方 可能在社匠那里 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 是一种机会律力而已 第二 它可能以不同形态出现 可能是一种 佔空间的粒子 或者不佔空间 一种波动 一种能量 是一种双重性质的东西 Dualism 就是质量和波动的存在 最重要的是 观察者 可以影响它 我想看它的时候 已经影响它的存在在哪里 影响它的状态 影响它的位置 影响它的形态出现 音声 一般人可以见到的语股 其实有三种 见到一种 你两种都见不到 科学科学是存在的 物质 Matters 另外全部都是物质 见到的 现在物质很小 也不及5%. 有一种叫做Dark Matter 叫做暗的物質 物質你見到 看了光 看不到的 完全看不到的 看出去看不到的 看出太空裡面的空間 是不是空的呢? 他說不是空的 有一個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故事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dark energy 暗能量 這個名字未必正確 但你不知道怎麼說它 故事給它一個名字 明可明 非常明 說出來都是假的 正在騙你 但也要騙你 為什麼呢? 它叫做dark energy 所以宇宙裡面有很神秘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充滿宇宙空間裡面 它不是沒有東西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 解釋不了 我看見它其實很少 所以人數認識的東西很少 你認爲認識很多東西 其實認識不到5%宇宙的東西 就是以為很威風 其實我們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量子糾纏 quantum entanglement 這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任何東西都由大爆炸來 記住 大爆炸的時候 同產很多電子 有些電子變成我的部分 有些電子可能是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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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些電子互相當然是糾纏著的 所以我這個信息 一受干擾的時候 可以同意傳給外面 本來是糾纏的電子 比如說一對孖生姊妹 一個在香港 一個在美國 當然在香港突然發生的時候 在美國的孖生姊妹 可能是有些感受的 大家聽到這些故事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因為兩個 很多電子粒子 根本就是跟著出來 同一個媽媽沒有看出來 同一時出來的 他之間很多很多糾纏的基本粒子 所以一方面受到影響 那邊一定知道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因為電子的糾纏關係 令到意識複雜得得很快 是超越時空 立刻去到 多遠好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佛教 相信有極樂淨土 西方極力淨土 離我們很遠很遠 過十萬億淨土才有個性 但是現在馬上去到 大哥 我最近不開心 我失戀了 恭喜你 姐姐 你終於可以離開一個不珍惜你的人 很可憐 但是我又忘不了那個人 這樣你可以祝福她 然後放下 我做不到 換個角度看 可能你們緣分已盡 又或者這些是因果 因果 因果 我不相信 甚麼是因果 譬如說 為甚麼我們會看到眼前這顆蘋果 首先我們需要一顆種子 這顆種子 經過不同的因緣際遇 然後又有各種環境和條件配合 最後才會生長成為我們眼前這顆果實 阿哥 我覺得 你說話不得來 又帶有一些科學意味 我們的意識形態 正在干擾我們的宇宙 現在很多 這個最新科的文章 都是朝著意識形態的傳遞干擾 做好研究 現在做好很多這方面 我們可以改善我們的歷史 改善我們的宇宙 只要我們的意識形態夠強夠大 一個人想 很簡單 一個人簡易他的心態意識 是很負面的 他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是越來越大 比如一個人感受壓力 壓力大不大呢 壓力本身 這件事本身 沒有壓不壓力 是怎麼感受他的 你感受壓力就是壓力 不是壓力就是壓力 就是同一件事 你覺得壓力不是壓力 是個人感受的 是跟你的情緒 你的意念有很大的關係 當一個人的心情是很生氣 沮喪的下 你的心理變動很不規則 相對來說 當人的心很寧靜 很慈場很慈悲 練習的話 變化非常有規律 只有一個人 量度他的心 變動頻率的變化 還有每個人的器官有自己的頻率 比如腦有腦電波 心有心電圖 每一個都有的 互相之間 你不理我 就不理你 但假如有其中一個能量特別大的 他就干擾其他一些 扯著他去跟他同步 所以他的能量度 心的能量越大 他的頻率也越強 他的能量可以超過腦的能量 他就可以逐個主導 令腦要跟他的同步 令他生得其他器官同步 整個人的能量全能量同步 能量不大 不會互相干擾 是互相加強 你看到這個就是 上面這個心律很正常 很靜很靜的時候 譬如有些法師 當他打造很靜的時候 很靜很靜的時候 能量很大 發覺他影響了他的腦的電波 看回歷史 很多時候那些有天寒求雨 很多那些出街人 一起來一體求雨 大家都同一個心念 這個信息大家加強的時候 送出能量很大 能量可以影響宇宙 可以影響雲層的變化 下雨都不停 所以過往很多歷史記載說 有些大德等等求雨是成功的 這個不可能的 因為他的意識形態的能量 可以影響到外面世界 所以說 當你意識很強大的時候 共同的意識更大 這個時候影響更加大 有些實驗 譬如我們知道水 當水由零度會怎樣 結冰 很簡單 但有些科學家有興趣看 水結冰是冰 好不好看 是很漂亮的精體 很亂的 有個實驗 很奇妙地 當水結冰的時候 他的環境是非常非常優美 慈悲 人愛等等 在水結冰的時候 周圍環境 他寫的字條 訊息 音樂 非常優美 很慈悲 唱和 傳達給他說 你很愛的 結晶 很漂亮 但相對看 當他環境很惡劣的時候 在罵水利衰 什麼什麼時候 水結冰就是亂的 這個不是一次 每次都是這樣的 是reproducible的 重複又重複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說 人的意念 人的意識 偷過某個渠道 傳給水 水感覺到的 有什麼表現出來 人的意識 可以干擾外面的東西 這個色的字 是一個名詞 不是顏色 而是女色 這個色的字 是代表物質 它不用物質的字 要用色來代表物質 換句話來說 一切可觸摸到的 看到星星地球 我們的身體 眼耳鼻陷 都叫色 色的代表 然後受想行色 這四樣東西 是代表一些精神的狀態 譬如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感覺到的 一些思維的 一些想像的 想是怎樣的 它將精神變分為四個層次 叫做受想行色 四個層次 總括來說 是代表精神方面的面貌 一個人有兩部分 一個肉體 一個精神 所以佛教分為兩部分 一叫色 有兩部分 受想行色 等於精神 你看看 佛教說 物質空間時間 不是實現 是變 佛教說 因緣產生一切 是無償無我的 是變動的 沒有獨立存在的 是甚麼樣子 就是佛教正如佛教說的話 是正確的 科研都說物質的現象 是因為言論來說 這麼多的言 在特定條件底下組合上來 就產生一個大的能量 變成物質變幻不測 所以不是實在的 當條件消失的時候就沒有了 佛教更加清楚了 所謂色即是空 物質是空無上無我的 還有 因緣所生法 因緣聚合產生事物 因緣生物分開 這是佛教的理論 蘇格就說 我們感覺世間上一切的東西 一切的人 一切動物 一切物質 好像實在是這樣 其實 很快就不是這樣 有些可能慢些快些但會變成的 時間都是這樣的 人與人之間很奇妙 你要討厭人嗎 因為你看到他們負面的東西 可不可以上去看他正面的東西 人間有些好東西 讓我看看他正面的東西 你不會這麼生氣 是不是 這就是人生的最基本佛教更的精神 就是我們不要偏執一變 還有 還有 歡迎 物質空間是空無中生有的 佛教講了很久 你們 試過空中無色 無瘦上顏色 空即是色 空產生物質 空產生精神 我早就已經講了 一切物質無中生有的 我們心更加是這樣的 人的心 我們的意念 心思 其實好像兩者一樣 本來是沒有一個特別的狀態 沒有一個特別的心思 是清淡 很淡定 什麼都沒有 但當突然感受一些東西的時候 產生兩支糾纏了 產生很多意念 搞來搞去 越整越複雜 所以產生複雜的東西 那不是你 是受到外面的干擾底下 產生出來的一張假的現象 當明白之後 我們就不需要收拾這些突然間出現的東西 那時候你的修心就很定靜 令你提升自己的整體 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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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圖說能量是這樣的 不會變動 宇宙的本體就是這樣的 它表達的現象 只是某種能力的轉移 轉來轉去 總體來說 如果這個變成這樣 那就是這樣變的 平衡就沒有變到 變動當中 本體沒有動 表面的變動 而變動是互相協調 我只是看見什麼呢 人 畜生 看見我們 看見貓 狗 羔 羊 科說不要緊 這麼多從宇宙 就一點都六個十位時空 就在我這裏 這個三維空間 可能旁邊有第五維空間在我旁邊 我們不知道而已 是存在的 所以佛的話 一粒微塵是一個世界 佛教一早都說了 其實一粒微塵是一個世界 一粒律子是一個世界 一大空有很多世界 多到我們不知道 我們人太渺小了 人的知識 人的科技太渺小了 和佛相親太遠 佛2500年說了這些出來 現在佛一步步引證它正確 它在2500年前 他已經說了 佛官一撥水百分四千重 這杯水很清 佛教不是 裡面有很多生命的 一早告訴他 沒有人相信的 哪有生命 但是現在科學的顯微鏡 看到了 裡面有很多微生物 佛一早告訴他 裡面有很多生命的 他的智慧多高 大哥 起床 睡醒 哇 阿妹 阿妹 阿妹你沒事吧 是不是有人欺負你 讓大哥幫你報仇 沒有人欺負我 哪有告訴你 不是啊 你明明哭了 口吓失戀的 你又做夢啊 你什麼時候才可以清醒一點 又做夢 痛的 肯定是清醒的 現在 你醒了就對了 媽媽叫你跟我去元朗的陈虛 還有去拜天后 你記得嗎 元朗 天后 不記得 我只記得有一棵大樹而已 蘇曼兄 香港考古學會永久會員 現在在多個進修中心 擔任古物古蹟和歷史掌固課程導師 今天他會帶大家 看看元朗區歷史文化的發展 天后廟每個地方都有 元朗大樹 天后廟是元朗最古老的廟宇之一 元朗天后廟 他演出了一個大橋敦區 大橋敦區之後就發展到元朗舊區 舊區後來又被元朗新區代替 新區又被元朗市代替 即是說元朗今天的經濟發展 那個模式由大橋敦區開始 大橋敦區又由天后廟開始 所以我們選擇天后廟做一個話題 既然一個地方去開墟 通常都有一間廟 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要籌借神靈對地區的眷顧 所以這間廟去多謝祂 第二個虛市一定有活動 活動的時候會有爭執 一定要解決 什麼解決呢 就在菩薩面前說清楚它 第三個當時沒有社區中心 沒有讀書館沒有電視 那有什麼消息呢 在哪裡發布呢 通過廟去發布 第四個就是 這條鄉這個虛有什麼事要商量 就跟這間廟去的 所以廟一定成為虛的一個標誌 每一個虛所他們奉置的神靈 都會根據自己的地方不同 而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主廟 例如元朗大樹下就是天后廟 大樹下天后廟就是 元朗最大的一間廟宇 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跟元朗的早期發跡 開始有很大的關係 那為什麼叫大樹下呢 這棵大樹 這間廟在大樹下 所以叫大樹下 為什麼一定要叫天后古廟 有些叫天后宮 因為天后娘娘 她本來姓林 是福建莆田縣人 從小到滿月沒有哭過一句 所以她的名字就是麥 因為在福建省 她有一些有貢獻的女人 女仔或者是女士 在她過身後會加個糧 所以叫麥糧 到康熙之後 康熙雲就封了天后 天后了 既然天后一定有個宮 所以康熙之後建的廟就叫做天后宮 有時候我們去廟 天后娘的樣子是黑漆漆的 有沒有留意到的 為什麼黑漆漆呢 就是因為天后娘最初 是漁民去供奉她 她就把天后娘做一個 我們叫做林大姑 就放了一個船仓尾 在那裡裝香 船仓的尾就不通風 分一分一分一分 整面黑漆漆 我覺得天后娘去到外國 去到馬來亞 去到南洋一帶 那些人一上船 一看到天后娘黑漆漆的樣子 就以為天后娘黑漆漆的 元朗就是非常大的 霞川、平山、十八香、錦田香、八香組成 也是一個很大的平原 也是香港唯一的平原 大概在唐宋年間有的了 我們看回一張164的同志三明的廣東圖 我看到一個框框 這個就是當時面具了元朗的一個名稱 最早來到香港的移民 就是新界姓鄧的 他就選擇這個地方 你看到這個是大帽山 這個是大刀印 這個是觀音頭 即是現在我們家道的農場的主峰 所有鄧族他們的風水名譽 都是向著這個 這個我們叫明望柱 風水好的 現在看不看到嗎? 看不到 樓都借了 我們常常說新界五大族 鄧、文、尿、喉、鵬 最早來就是姓鄧 那姓文呢 就是從明朝開始來到的地方 文次最厲害的應該就是他們的 其中一個老祖宗就是文天祥 最聞名的元朗的一間屋就是大夫帝 當時就是他們的後人 因為對鄉黨有功 於是皇帝是賞賞一個正品給他 什麼帝呢 就說有錢人家就叫做帝 有空我去你府帝拜訪 麻煩你有空來我寒捨坐下 對於這個新界 對香港最大的一個影響就是我們說的 叫千界 明朝的皇帝被清朝打敗了 當時在沿海一邊很多名詞的遺臣 要起兵反昔復明 當時最著名的是誰呢 就是鄭成功 為了要這個消滅鄭成功 因為鄭成功在海邊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不讓人下海 但是也不行 到這個康喜元年 下令千界 什麼千界就是 浙江、福建、廣東 沿海居民向內六千入五十華里 當時香港主要有四種商業活動 第一個就是拿魚 第二就是曬鹽 第三就是燒石灰 第四就是種香 你不讓人出海就沒有人拿魚 鹽又在海邊 於是鹽又不能曬 然後一燒灰就在海邊拿些蠔殼 拿些山蠔去燒 不讓海又不能燒 於是三天都沒有了 有些人都不肯走 怎麼辦呢 因為當時很多人是種香 什麼香呢 我們是土蠢香 現在很多人跑下來 斬了一棵樹 那些土蠢香 於是人不肯 政府都斬了它 一來整個新界 包括元朗在內 全部都走了回去 到後來鄭成功過了一輩子 他的孫子就投降了給清朝政府 一個虛視 因為沒有人耕田 沒有人交稅 就要找兵看著他 那就變兩頭蝕了 康喜八年 當時一個廣東的巡伙王內任 寫一封信給皇帝 希望他復戒 皇帝是同意這件事 但回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肯回來 為什麼怕政策有變 那些客家人可以來 客家人來到香港之後 他開田開地 開到就是他的了 不用交租不用交稅 所以很多客家人來到 但是來得多了 於是開一開一開 原來地主都開了 於是我們說的客家佔地主 就是這個意思 回來之後 原來又是皇帆 所以當時因為這個遷戒 有很多人不肯離世 所以到後來 現在我們的太平清照 譬如錦田的太平清照 就是紀念當時遷戒 而死了的亡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多謝皇內任和周後德 這兩個官給他們復戒 就是這樣來的 現在我們去大選下 平地來的 哪有河 為什麼那麼多人不拜呢 其實這條就是河 以前的河就是這條河 河沖 變下變下就變成防漢渠 這條就是河 這條河 這條河一路去到哪裡呢 去到後河灣 可以去到平山 進到下村 那次是河 所以漁民一搖一搖一搖到這裡 就是拜天候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大橋敦區 改遷元朗 所謂元朗 我想應該就是今天的元朗舊區 元朗舊區 三十多年歷史 為什麼會開個區去元朗舊區 因為隨著時間變 大橋敦的河越來越濕 現在當時的運輸多 船越來越大隻 船可不去不到大橋敦 於是就選在海邊這個地方 即是現在元朗舊區的地方 就開個區 這張是舊照片 四十年代的 看著這間屋 現在也在這裡 還在這裡 現在還在這裡 這些變成了 就是這間 這個進去南邊位的地方 舊區舊時有東門南盤 有三條街 長城街最長 去到二帝廟 旁邊有一些是整堂的 叫唐街 賣酒的叫酒街 以前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叫鄭豆碑 香港有三個 一個在元朗 舊區 一二塊 一個在錦田 黃耳公書院 一個在元朗大樹下 當時那些人 跟地主租地是說幾個瓣谷 或者我們沒有錢 我們問地主借那個借多少瓣 借的時候有一個瓣 還的時候有一個瓣 有一個瓣 通常借的瓣 那個瓣很小 還的瓣很大 那就爭取了 於是後來政府規定 那個瓣 一瓣加三 三的意思是什麼 三就是利息 就是我今年借一瓣 到年尾還 你還瓣三 這三就是利息 所以我叫做鄭豆碑 就是這個意思 這塊碑 現在最清楚 就是在大王古廟 米埔 米埔 其實不久 六十年代 起的最重要 就是這個瓣 有很多馬 有很多馬 譬如這個是十斤 五斤 三斤 八兩 八兩 六兩 四兩 譬如我們想買五斤米 不放五斤 三斤二兩 三斤二兩 這個就是我們的新墟 即是現在我們說這個 就起成了 舊墟就開始識微 於是舊墟又沒有了 看一張圖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舊墟大王廟 南邊米 二番二帝廟 水邊米 這個舊墟 這就是那條河 那條河 這樣變下來 即是由舊墟變成新墟 1984年政府重建 又拆新墟 現在剩下什麼街 東堤街 西堤街 谷亭街 和水車 水車管街 這間呢 拆了 銅鑼戲院 現在的什麼呢 開心廣場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個大說 聽不懂和元朗區的關係 那又不只是歷史和文化 不過是經濟 是 天后娘娘在場 小女子就代家興祈求 希望你可以指點一下她的埋葬 讓她不要經常做八日夢 希望她總是成家垃圾 七人投地 是誰 上籤 大哥 天后娘娘說你這次有得救了 有得救了 天后坦 就是每年的農曆三月二十三 那大家就認為那個是馬祖生日 於是大家就藉著這個日子去慶祝 於是地方就會安排上演神恭喜 也都有搶花炮的活動 那大家去到慶祝完之後 就把花炮帶回家 又希望那個菩薩可以保佑他們 我們說到天后的時候 香港我們是天后 在福建和台灣就叫做媽祖 其實都是同一個神 那如果我們說馬祖的故事 就要回到宋朝的時候 那這個傳說就是說 在宋朝的時候 在福建莆田眉州 那就是有一位女士 那這位女士呢 有特別的能力 那個能力就是怎樣呢 就是她可以出神 出神的意思就是 她的靈魂可以離開身體去做事 那一天她在跡步的時候 她爸爸的船就有事了 於是出神就是救了她爸爸 於是地方的人就覺得她 哇!很厲害喔!這樣 那除此之外 她還可以懂得跟別人醫病 跟別人求語的 那就是大家覺得她有一個很特別的能力 那在今天我們的社會來說 她是一個我們叫做神媒的人 那她就有宗教的能力 那但是她在28歲的時候 她就是死了的自殺 那我們用的名詞就是瑜伐 那她死了之後 也有很多人去追隨她拜她的 那她拜她的時候 於是對那個國家來說 是有一個挑戰 因為她不是一個地方認可的神 那國家當時的做法呢 就是給她一個封號 叫做夫人 那但是因為她那個影響就很大 拜她的人就越來越多 於是在歷代的王朝來講 她的方法就是 不斷這樣給一些更加高的封號 給這個馬祖 那在天后的例子那裡 我們看到就是 那個王朝國家 是透過那個對宗教活動的操控 去令到他們有能力去管治那個地方社會 那我們可以想像回到幾百年前 當我們的漁船還是用風帆的時候 你不可以一下子就去到你要想去的地方 沿途你要經過很多補給的站 這個海灣看到四面都是有山在 受風的影響就比較少了 那變成一個船就要停在那裡 休息一下補給 然後再去另一站 有 早在開埠之前 原來香港就是南中國海水路運輸的 一個必經之地 從目前已經發掘出來的紀錄可以見到 最早更加可以追溯去到南宋年間 而到了今天 香港不少的沿海地方 依然不約而同地留下了一種建築物 印證著這一段的歷史點滴 你看到這間佛堂文系天下廟 對著南中國海 有颱風 船沉了你可能有生命危險 於是大家都覺得 這個神明的庇佑很重要 這間天下廟是由蒲江林氏的宗族 建立的 在宋朝的時候 他們的祖先兩兄弟 就來到香港做生意 但是船到中間就沉了 他們的兄弟兩個人 就抱著馬祖的天后神像 就上岸 他們覺得他們的姑婆 因為他們姓林 天后就是林麥良 姑婆就是保佑他們 於是他們就建了這間廟 去多謝姑婆的庇佑 林氏兄弟這一段的事跡 今天我們會當成一種民間傳奇 但是它背後所反映的孖祖信族 就是一項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所承認的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個廟其實記憶了我們 很多社會以前發生過的歷史 而這些歷史 就承載在廟裡的每一件文物裡 有很多傳統的技藝的因素 是保存在的 所以除了宗教社會功能之外 文物和記憶 也都在廟宇裡面 我們今天還可以找到 以及對我們的認同 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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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 按燈 入國 智越 照片 成 Cars 封妝 vagy 媽祖 是 Goodbye 和台灣 以成為 至於香港 我們稱呼 但是這個都是一個書面的稱呼 在地方來說很多時候 人們會叫他做阿馬、梁馬或者是馬娘 比較親切一點 但是除了名稱之外 兩個地方對媽祖的崇拜活動都有不同 在台灣來說 他們比較強調就是媽祖之間的所謂的分鄉關係 他們相信祖廟在福建蒲田的梅州 後來馬祖就分鄉到台灣 所以在台灣來說 他們比較強調馬祖廟之間的階級關係 就是哪間是祖廟哪間是分鄉廟 到那個馬祖誕的時候 他們要帶回自己分鄉的菩薩 去到祖廟上鄉去拜神 這個就是在台灣的情況 在香港我們就叫做天后 叫做馬娘或者是梁馬 在香港地方社會就不強調那個分鄉關係 我們做研究發現 香港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怎樣 你很多時候都問 你這間廟的歷史是怎樣來的 神在哪裡來的 很多時候都有一些傳說故事 就是有一天有人在海邊 發現了一個飄離的神像 後來就報夢說 這個是神來的 我們要供奉祂 於是就將祂供奉起來 就成為天后廟了 所以很多傳說故事都是天后在水裡飄離的 這個飄離的故事有一個很有趣的解釋方式 就是對地方社會來說 因為是飄離的 所以就很獨特 所以我的是飄離的 你的是飄離 大家都是一個很獨立的天后 我們兩個天后就可以解釋成為一個姊妹的關係 指揮關係就是大家的廟都是平等的 廟的平等可以理解成為 大家兩個社會都是平等的 我們是兩個平等的社會 我演戲的時候就請你的神來看電影 你演戲的時候就請我的神去你那裡看電影 這就是香港和台灣一個分別的地方 大哥, 起來, 是上籤來的 什麼姜太公釣魚 貴人指引在私時 改過若遇龍蛇一 琴瑟和鞋百事宜 有貴人指引, 還不是好事? 妹妹, 很害怕 我剛剛發夢發現原來你和我的名字 其實是叫做… 叫什麼? 叫阿當和夏娃 不是吧? 對… 比賽 說 比賽 龍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